我一直这么觉得 有人说资本力量无穷的 资本是有力量 但是真正的力量是 控制资本的人的力量 是非常无穷的 企业家的力量是无穷的 资本是围绕企业家走的 企业家是不能围绕资本走的 你一个优秀的智慧 你优秀的团队和对市场的理解 创造家人的资本一定会让你走 而不可能 你如果很多时候是 很多我们做企业人都要明白 为什么人家愿意投资你 是因为你的团队 因为你对这个市场的理解 你不断地创造人的力量 然后很多又倒回过来 这个是去迎合资本的时候 资本是不明白的 很多资本家不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他只知道你赚钱就可以 你不赚钱他马上就跑 所以有个说法 这年头不缺钱缺的是想法 我觉得缺的真的是不缺钱 缺的想法 中国想法也满天都是 有多少想法 中国是缺的是 有一个想法 并且坚持持之以恒 不断做下去 有一批疯子这样的团队 这些团队 这些什么样的疯子 就每天干活 就不要命一样的干活 到了晚上还是笑咪咪回家 第二天早上又来了 为什么这些疯子愿意跟着你呢 他就不是跟着我 不叫他们跟着我 而是这个 做这件事情的快乐让他们 我说一个公司好坏 不在乎你有多少哈佛的NBA生 不在乎你有多少Stanford 你不在乎你有多少的优秀的这个NBA 然后技术工程师 而在乎的有一批员工 每一天从早到晚 日夜的干 而且越干越非常辛苦 回家都是笑咪咪的 第二天早上他们又来了 这些团队是很难战胜的 他们的学习能力远远超过 所以别人喜欢玩游戏 我不喜欢你玩游戏 但我喜欢玩几千个人 一起实现一个目标的游戏 在这个游戏过程中 偶尔有兴趣 有人跟你竞争 跟他玩一把 没事情再继续玩你的 这种游戏 你可以影响这个世界 影响一个国 影响很多人的 这种就业机会和创业 这种游戏才玩得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